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现在其实在东协里面帮忙看了一些包括跟经济这边有关的一些相关的内容 刚好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马来西亚 新加坡 还有包括整个东协目前大概的一个简单的一些状况 跟大家用闲聊的方式来开始我们要开始进行今天的一个节目 OK 那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请Sandy来跟大家打声招呼 嗨Sandy 嗨各位现场的听众朋友 大家晚安 我是杂谈经验一杯的Sandy 那今天很高兴可以跟我们的主播方若琪一起来讨论一些东协智库 还有接下来非常精彩的内容 期待跟大家分享哦 好 谢谢Sandy 那我想就是先直接就请若琪来跟大家打声招呼了若琪 嗨 大家晚上好 Joelle 谢谢你邀请我 还有非常高兴 Sandy 你好 还有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晚上能够一起来交流的 所以我非常期待接下来的这个我们的谈论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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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就是说在今天的在谈之前 我想说台湾现在最近的话比较多的一个话题 就是大概从星期六开始 然后台湾的一个疫情就整个就爆发出来 那爆发出来之后呢 其实台湾现在呢在整个状况里面大概进入了一个 不管是三级也好或准三级也好 那毕竟台湾在过去的一整年里面 这次的整个新冠疫情啊 他们其实大家的话都还算是 就是没有那么深刻的体验到就是 stay home啊 然后work from home啊 这样的一个这样的概念哦 但是我知道的就是说最近其实不是只有台湾而有 马来西亚好像现在的状况也蛮严峻的对吗 是的 其实我们在过去好几个月已经 这个人数就是那个这个所谓的cases都非常的高 就一直处在大概三千四千 接近五千的病例 所以就是比较令人担忧的 而且是最近有这个开斋 就是马来人的所谓的一个庆典嘛 所以就担心说他们再回家 当然我们现在是实施全国的lockdown 对 可是商业活动还是可以早上进行的 只是说我们的死亡人数就一直在处在相当高的一个水平 就是过去几天都是三十几宗 然后四十几 相当令人担忧的 诺琪我想请教一下 因为我发现各国在做lockdown这件事情都不太一样 因为像日本他们在做有点 日本他们其实没有正确的在讲说自己在做lockdown这样的一些事情 但是日本和lockdown的话 他们因为他们在宪法里面就是有这么一条规定 那个规定就是叫做日本的所有的民众他们是有自由移动 就是有移动的自由 所以政府他没有办法去强制的限制你 就是说OK 你必须要待在这个城市 你不能就是城市之间的来往 你是不能移动的 其实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强制的规定 因为宪法里面并不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那我想想说 那马来西亚的一个lockdown它大概是怎么样 是跟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印象里面 就是跟欧美的那种lockdown比较像吗 对 我们应该是 我们是有这个法律的赋予的这个权利 就是说它可以 也不是说它是叫做movement control 所以的确是可以限制你的行动 这个可能就跟 所说的跟日本完全不一样 我们从去年三月以来 就有不同的级别的movement control 太多了不同形式的 然后它的这个所谓SOP每一天都在变 但是基本上它就限制说 你的活动范围可以去到哪里 比如说现在我们是 这一次的lockdown跟上一次的不一样 我们可以在我们自己的所谓district里面 可以进行任何一些活动 但是就不可以 比如说吃东西 我们不可以有糖食 一定要把它打包回家 这样之类的 但是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 法律的权利 可以限制我们的行动 其实它名字叫movement control 它没有说保护个人行动自由的 这样的一个空间 所以你刚才讲的糖食 就是说在店里偷吃对吗 不可以对 不可以在店里偷吃吗 就是这一次 全部在take out 这一次 take away 对我们比如说 最近不是有一个 我们马来西亚有这样的一个case 就是有一个人 有一个公司 有一个餐馆吧 它是卖burger的 所以它现在很多 就不可以糖食 然后你必须 至少在这个NCO movement control 3.0 我们第三次的lockdown 但是所有的经济活动 都可以进行 只是说 没有人可以说糖食 然后有一家这个餐馆 叫my burger lab 他就是在他的facebook 他的social media 发出这样的一个帖子 说他们没有办法完成那些所有的订单 因为呢 有那个警察来了 就是说他们有一些 他有一个员工 他提早到 然后他没有换上他的制服 然后他那时候在他的这个餐厅里面 就吃东西 结果警察就来了 说他就是有犯的 就犯规了 然后后来的时候 他们他那时候 知道罚款是可能会罚 两万五马币的 对 然后后来他们协商 说解释清楚了之后 他们才就是说 就是说放宽 就是说好吧 就是叫我们下次要小心 就是说你是员工的话 就要穿上制服 所以这样子是一个一个情况 然后我记得他们在 后来就在那个 社交媒体那边就update了一下 更新了一下 所以那个 那这样子马来西亚这边 抓得还蛮严格的 对对对 其实我看马来西亚很多人 就是最大的一个不满 或者说至少在社交媒体上 就觉得说他执法有几重标准 那些有比较可能比较富裕的 或者是不同阶级的人的 待遇就可能不一样 比如说我跟大家讲一个情况 就是马来西亚最近有一个 最近大概一两个月前 有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马来艺人 他的这个 在比如说Instagram 他的follower有800万 然后他结婚了 他办了一个很大型的一个婚礼 而且是刷屏呢 就是每一个社交媒体都会看到他的婚礼的照片 然后当然当时出席的人很多 然后大家都在社交媒体上 就是上载了他们的照片 结果警方就查 因为可能是他们犯规了 就是SOP方面没有遵守 结果呢 结果调查结果他们被罚款是六万 马币六万 马币六万 对 可是相比之下 另外一个case就是说 因为去年因为有一些当地政府呢 就是有一些放宽一些条例 就是说一些小的 很微型的这种 就是应该怎么说呢 就是可以在你家门口可以摆档口 就可能你可以卖食物啊 或者是在家门口可以摆个小摊 那种概念 对对对 然后有一家就是Mis my burger 他结果被罚款五万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十一点 他说他规定这十一点之后呢 他就不可以 他就必须收档 可是他十一点之后 他还没有收档 结果那个执法官员就说他犯规了 然后他罚款 他罚款是五万 那他就觉得说你把 他后来这个档口的主任 他就说那你干脆就把我的这个档口给收了吧 因为我没有办法 他根本交不出那个罚款 对啊 五万 那你相比之下他只不过是一个小档口的摊主 然后你跟一个名人 一个这么有钱的一个 我们就是要说那个所谓的艺人 他倒不如就把他自己的一个名牌包拿去交就可以了 然后还可以有那个change回来 对吧 对这个相对 就很多人就会说觉得这种执法方面有体重标准 那可能比如说一些某某部长可能在至少可能在行动方面没有真的受到很大的一个限制 比如说他们出国或者去哪里 结果很多就是有一些民怨啊 就是有这样一个不满的地方吧 执法方面有限公平 哇 可是五万马来西亚令吉的话相当于台币的话就33万了耶 嗯嗯 而且这个是一个小小的档口而已在家门口 他说这个其中另外一例我忘了也是相似的 他说你干脆就 我干脆那就整个摊子给你好了 我不要做了 的确啊 他也是说你就拿去吧 他的自我辩护是说 他当时候不是卖 他只是为他的女儿在煎那个burger 因为他可能是收档了 反正你的档口还开着的话 就是做一个夜宵还是什么 他是这样解释啊 可是我就觉得你就比较起这种所谓不同阶级的人的代意 就不一样 对 我不晓得其他国家有没有这种民意 可是马来西亚有出现这样的 让人家觉得说可能执法不公 台湾现在是那个什么 就是如果你现在出门没有戴口罩的话 好像会罚款是不是 那个Sandy 是不是有这样的规定 有但是好像是罚 一万五千 对对对 一万五千到多少千 一万五千的话 我算一下 一万五千的话 那就是那个马来西亚的令吉的话 是两万两千 两万两千一百三十八块 应该是两千吧 两千吧 对但这个是没有戴口罩的 但如果你是有疫情 就是你可能是隔离者 但是你又乱跑的话 是更贵 对 那 对那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我想要就是因为 若琪你本身 你其实就是在东西 你也一直在研究跟经济有关 对不对 那因为你刚才也提到了 就是说马来西亚的话 这已经是第三次的lockdown 对吗 对对 那他这一次的lockdown里面 你刚才有 我刚才有仔细有听到你在讲的 就是说 这次的lockdown 他本身对于经济的活动 并不做限制 那是说 之前的lockdown 其实对经济活动 是有做限制的吗 第一次是 第一次的时候是完全lockdown 就是说一些商铺全部都不可以开 商场完全的关闭 当然这个是对经济的损失 是打击是很大的 当然在这过去的这么久的商界 不断的跟政府在角色 在所谓的协商 所以才也变成说 现在为了要顾及 两个方面的 就是说life and livelihood 就是对吗 所以要平衡这两者之间的 利跟弊 所以就造成现在这样安排 就是说所有的经济活动 可以照常进行 可是呢 你就是说 你如果出去外面去走一圈的话 你会发现说商场 基本上也是很空的 然后你会发现 现在停车非常的容易 你要去哪里的话 因为以前就是找不到 地方停车 因为根本就没有人 出去躺身是什么的话 就是没有人会特意的去逛商场 是什么 所以这个是 整个市场还是比较 非常的近 也就是说 基本上它对那个 经济的打击还是相当的 大的 对 那你刚刚有提到了 就是说 因为我可以跟你分享 像台湾 我发现台湾的 台湾虽然说 台湾现在这一次的话 整个就是宣布第三集 那很多的店家 其实台湾我印象中 它并没有要求店家 是一定不可以营业 但是呢 现在有很多店家 因为毕竟大家就不敢出门 因为大家都 work from home 然后stay home 那这样的一个做法里面 那便是 大家就不太敢 就是你刚刚讲的堂食 也就是说 也就不再去店里面吃东西 那大家呢 很多年轻的这一些 就是店家老板 厨师啊 他们就开始就变说 那我就来卖饭盒 卖便当 中午就来卖这些 然后我就是 我骑了那个摩托车 然后摩托车 然后我就出去送 那用这样的方式在做 因为台湾在这一块里面 我觉得转换的非常快 而且我自己认为是转换的 非常的好 那但是在马来西亚的话 在这个餐饮的部分 你观察的 他们转换的有那么快吗 那如果没有的话 那到底原因是在哪里 我们在 我们过去一年 我们所谓的 电子商务的这个 adoption 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就比如说你说到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说出去堂食 然后有的人 写着出去外面打包 你们台湾也是叫 打包 我们叫打包 对 我们叫打包 然后即便是我们的友族 马来人他们 或者是其他种族 都知道打包 这个字怎么用 然后 对对对 他们已经有 就是译成马来字 就是打包 就是T-A-P-A-U 所以已经有马来字 叫打包 对对对 打包了 就是已经通用了 好有趣哦 对对对 然后就比如说 我们现在很多要 就是要外卖 都是可以用那个app app 是 很多的app 有foodtanda 有grab 然后你有的 就会在那个店铺的外面 就放一个牌子 就是说 几乎每一家 现在几乎每一家的 至少在吉隆坡是这样子 因为我住在吉隆坡 对 几乎每一家 就是说如果你说餐馆的话 都一定会在这种平台上面 会去卖他们的食物 所以反而你说的那种呢 我觉得 因为可能我住的地方 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为没有办法接触到 你要是你经过的话 我没有办法听到 知道你 可能在小镇 或者是一些 你有办法就是比较 他可以怎么说 那个 不是带货 是那个 那个 那个送货员嘛 比如说送餐的那个服务员 他如果经过人家才知道 然后在我们这边就比较少 所以我们一定要听过这种APP 或者是打电话吧 跟对方讲好了 然后才去取那个食物 是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做法 是是是 但是我要讲一点 就是说电子商务呢 真的是非常的流行 因为现在 我跟你讲 马来西亚在前一个礼拜呢 有发布了一个名单 就是说马来西亚有一些 就是高度比较密集 有这种互动的地方呢 出现很多所谓的 好像cluster这样子 是 所以比如说我们看那个名单的话 我们发现有很多商场 就可能就间接的 就是他们叫做casual contact 所以当你刚好去过那个商场买东西 即便是买这种日用品 然后如果那个商场是出现有这个 有人可能是有就是感染到的话 你的那个APP 因为马来西亚有一个 你们一定是有这种APP的APP的 我们有一个叫mysergetra的APP 就是你去哪里就要 用那个要扫那二维嘛 就是还要知道说你去过什么地方 这个我当然要问 哦是啊 对 所以比如说你去那个 你刚好去了那个商场 然后那个商场有人已经感染了 你的APP里面就会出现一个叫做casual contact 那我也是听 因为我本身就是 就是哈利路亚 我没有我暂时还没有碰过 但是因为我的朋友 他们就就刚好去了一家商场 然后你发现说 从那名单里面很多商场 就是这种高密集 因为高密集就是高 都这种dynamic 就是很多contact的地方 就是名列其中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比较避免要去商场 是什么 尽量就是在家 就是透过平台 我们很多去用那个shopee 你们也是有shopee吧 有有有 shopee shopee 有有 我们叫shopee lazada 就是当然shopee在这边比较流行 因为他们很多那种 就是他有subsidize那个delivery 所以我们就比如说我个人经验 就是我从一个从来没有在网上购买任何东西 到现在是每一样东西都去shopee买 所以我看到说这个adoption 是一个天翻地覆的转变 然后e-wallet 以前呢就是大家 因为马来西亚也是adoption比较迟的 你要是比起印尼的话 他们接受二维码这样的一个概念 是比我们提早 比马来西亚提早十年的 哦真的啊 对对对 十年前我在印尼的时候 二维码已经是非常流行 那个时候还是用blackberry 你的小blackberry 那个蓝牙 蓝莓 小黑莓 小黑莓 那个时候还是用blackberry的时候 他们已经是非常流行 用这个二维码了 你到处看 那时候马来西亚还没有接触到 然后即便是在几年前吧 我还记得我是推出我的一个报告 然后我请了一些人 因为我要环保 我就说我不打印任何的那个 出版任何的所谓physical copy 结果呢我就在所有的桌子上 放入来宾自己去扫描 那二维码 结果其实没有多少人做这个事情 他也不懂要怎么扫描 然后也要讲 那当时候的电话不是每一个手机 都可能有这个 都有一个镜头camera 对对可以扫描的 所以大家都要去download 那个好久的以前的事情了 对对对 所以那个时候的接纳度 也是不是很高 所以我要回到说 就是这一年里面 至少我个人的观察 就是说这个疫情 让这种电子商务 或者用这种 就是e-services 这样的也是一个天翻地覆的转变 是 我们今天非常开心 欢迎到就是 我们在就是好朋友 他现在是东协智库的 方若琪 方小姐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关于就是包括马来西亚 东协的一些相关 跟疫情 跟现在目前的一些经济活动 有关的一些事情 那刚刚我 刚刚我在底下呢 我也邀请了就是我的好朋友 就是王导 那KC的话 她其实她是一个 之前是在美国 然后呢 现在在台湾的话 她是有一个 就是一个制作公司 那她也对这个部分 我想说到时候 KC我们就 今天跟若琪的话 我们就好像开房间 闲聊一样 那你随时 你有什么样想问 想说的都可以 欢迎插入这样子 好 OK 好 好那不好意思 若琪其实我刚刚听你分享的时候 我有一个问题 想要问一下 就想想到 就之前大家 很多人就说 他们去马来西亚玩的时候 晚上治安的话 是有一点concern的 那如果说 像现在这个落荡之后 每一个人的生活习惯 有一点改变 他其实对这个治安方面 有没有一些影响跟变化呢 在马来西亚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曾经有报导说 就是说可能 那个治安的 那个所谓 犯罪率比较低了 但是我们有确实的数据 来这个 我的印象是 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改变 就是说 大家都在家了嘛 就是说 那个 那个犯罪率比较低 那 但是说 普遍上来讲呢 之前我知道说 马来西亚 毕竟不是说 那个印象给人家 就是说治安 可能不是最安全的 这个疫情呢 是有帮助 但是也不是说 完全没有 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视频 就是说那种 社交媒体 也是有人 就是有一些 就是拍到 有人在一些店铺外面排队嘛 因为现在你要排很久 如果你要进去的话 它有限制说一个 一个商店里面有多少个人 可以同一个时间在里面 然后的确是有看到 这种case 就是抢劫是什么 当然 也是有另外一个说法 我没有正确的数据 但是就是一个说法 就是因为 经济比较低迷 所以很多人走投无路 就是要去 走这一条犯罪的路 但是 基本上在感觉上 在就是 experientially 觉得说这个 所谓的这种 破误形结 这种东西 就可能感觉比较少一点 至少网上 我们至少 我们常常在社交媒体 就我们的 first experience 之前在疫情之前 很多人就会讲说 某某地方有人 你会看到很多视频 不是很多啦 有看到视频说 就是入雾打劫的 这样的一种报道 疫情之后 这种所谓的sharing 当然是大幅度的减少 不是没有 但是 有一个观察就是说 当然 因为刚才我说的 就是经济不是太好 所以有很多人 还是走投无路 可能还要陷入 做这种 就是说犯罪的 这样的一个行为吧 这是非常非常 片面的一个观察 你为什么会问这个呢 因为我的朋友 没有 因为之前我朋友 他在马来西亚的时候 常常会被那个 moto bike 飞车打抢 他就是走走 走在shopping mall 旁边的时候 突然就是摩托车 过去的时候 是会伸手 把他的包给抓住 所以他就有提醒我 对 他说如果我们去 去马来西亚 即便是观光区 或者是你觉得 人很多的地方 他说即便是白天 也是要顾好包包 因为他说这个 飞车抢劫 这个东西 其实是蛮common的 对 所以我在想啊 如果现在人变少了 是不是飞车抢劫的 那个target 就是他的那个 customer pool 也会变少 然后会不会就因为这样子 这个crime rate会降低 crime rate的确是 好像我记得 一个总警长 好像有讲过 可是这个东西 我还是要警惕大家 如果 当然我是马来西亚人 我很希望 我不需要做 这样的一个advice 但是我本人呢 我个人呢 如果我是 我要特别小心 我就特别敏感 人家可能说 我比较paranoyal 就是说我比较注意说 听到如果摩托车的声音的话 我就尽量站到最靠近 最离开那个路的较远的地方 离车道稍微远一点的地方 对对没错 对 或者比如说 你在大型商场 特别是这种 好像比如说我们 吉隆坡有一个地方 叫bangsa的 是比如说所谓高级的住宅区 他们有一个商场 叫bangsa shopping center 那个地方是很 有很多的case的 然后比如说 你站在等车的时候 千万不要只是 关注你的手机而已 不要只看你的手机 他就是趁你在 完全不注意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 拉你的那个包包 所以我 如果我的 我的朋友 从外国来的话 我也是会这样 这个忠告 晚上的话 千万不要一个人 走在比较 阴暗的一个街道 这样子 it doesn't do you any good 对 因为呢 其实你 你这个 就是这样的一个忠告 我觉得是 不会是只有在马来西亚 在很多其他的国家 你如果去观光地区的话 因为我们必须要讲 就是说 这个我觉得跟种族没有 跟种族没有关系 其实每个地方呢 都一定会有一些 坏分子啊 坏人啊 在那边 对 那就像日本 日本他们就经常会讲 他们会那个 日本外务省 经常会警告他们 日本人 就是说 因为呢 在日本 就是这样的 相对的是比较少的 但是也不是没有 但是呢 是相对比较少 那所以呢 他们就会讲 日本就是 经常会有这种 就是安全防御上的一个 就是他们在讲 就是有一点 就是那个 不可以这样子 就是有一点 就是有一点 就是笨笨呆呆的 就是这件事情 因为比方说 他们去那个 像欧洲的一些国家 他们是会 很轻易的 就是把那个 他的包包啊 行李啊 就直接放在桌子上 然后那个外务省 就警告说 Please don't 千万不要这样做 因为这其实 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 对啊 那所以呢 日本也会像吗 我一直觉得 日本不会 日本 我说日本人去国外 去欧洲的时候 他们外务省会警告 就是说 你们不要以为 就是 那个在国外 就跟日本一样 对对对 千万 你如果在马来西亚 不只是包包 千万不要把手机 放在桌子上 会马上不接 日本我们会把手机 放在桌子上 然后去点星巴克 对 你会把手机放 然后你就去星巴克 这个我要讲一个 我要分享一次 就是说 因为我在马来西亚的 这个经验之后呢 我跟你讲 我有一年 我就是十年前 我在印尼工作 我记得有一次 我把 因为我在马来西亚 曾经 因为我把手机 我去播新闻的时候 对 我去on air 然后我把手机 放在我的手 就是我的包包里面 放在我的办公桌的下面 嗯 我回来之后 发现不见了 然后我有这个阴影 然后后来 我就是十年前 我去印尼工作嘛 我去开设这个智库的时候 是 建立这个 就是 设立这个智库的时候 我就有一次的时候 我忘了 我就把手机 留在那个 印尼的一个办公室上面 留在桌子上 然后 我是出去吃午餐的时候 走在路上的时候 突然间想起 我没有我的手机 我才想起 我留在我桌子上 对我心一层 我说完了 一定没有了 据我自己的机会 我放在我的包包里面 都不见得 更何况是放在桌子上 是啊 结果我的朋友说 我的印尼朋友说 应该还会在的 你不要担心 结果我就 真的 回去的时候 他还在我的桌子上 另外一次 也是在印尼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 我觉得 值得赞扬的地方 就是 我从雅加达机场 回去 去吉隆坡 然后在过 就是他的安检的时候 我有带了一个 camcorder 然后那个camcorder 因为你知道 你过那个 那个安检的时候 你把东西全部拿出来 然后有时候 你会把东西漏掉 结果呢 我是回到吉隆坡的时候 我才想起 我忘了我的camcorder 整个包包 然后我就慌了 因为那是公司的 不是我的 然后我那时候 已经在吉隆坡的机场 可是我刚好 又出了那个 那个所谓的 Security了 我就没有办法再回去 结果就托很多人 打电话 我打电话 打到雅加达的机场 然后过了不久之后 大概隔天吧 他们跟我说 他找到了 结果再隔几天 他们把那个 我的那个camcorder 寄到吉隆坡 然后我们再去取回来 我想很多人都会 基本上就做最坏的打算吧 就是把camcorder留在 另外一个机场 应该是拿回了 结果我还拿回来 所以我对印尼的印象 就是说 从此改观吗 对对对 也不能说从此改观 我以前比较无知 我对印尼有一个比较 继承的观点 对对对 有个偏见 但是我觉得是我自己的无知 所以这两个就是一个分享 这两个事件 但是在马来西亚 千万如果可以的话 不要把手机放在 放在桌子上 也不要把你的包包 放在椅 椅子上 然后比如说 比如开车的时候 我个人的 我当然今天晚上不是讲这个课题 但是我很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比如说开车 我们在那个passenger seat的时候 很多 Hello 嗨若琪 若琪她现在因为 应该是 若琪你刚才声音断掉了 你可以重讲一次 对对 因为刚好 听到吗 听得到可以的 你说 听到 你说在passenger seat 然后对 怎么了 就是说不要把你的 那个包包放在 你的passenger seat的 那个上面 因为曾经有很多 case就是说 他们有这种 就是经过一个 摩托车 然后用那个 他同时两个人一起干案的 一个人就是在那个 另外一个人就是 把一个很尖的一个棍子 然后击破你的窗口 然后就拿到你的包 他发生 他过程很快 我有 对对 我的前同事 也是有跟我们分享 男士也是有 所以 这个东西是 虽然说我不想说 马来西亚被人家认为 是这样的一个国家 只是说 很多国家都有这个问题 是 但是我说 这个是我们马来西亚要改进的地方吧 嗯 对啊 但我在想 不是那么恐怖 应该会减少 因为这一些人 他们也害怕出门 所以 可能之后会慢慢变少吧 希望 我觉得 当一个社会富裕的时候 这个东西 就可以自然的减少 当一个富裕的悬殊很大的话 那个差距很大的话 就可能有人要铤而走险 就是 就是 这个我觉得是 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 当然你看说 如果说越南 一些其他国家 他们治安非常好 如果你去越南 你去 河内 他们也是没有什么夜生活的 他们不是有一个 都是湖畔 他们有一个 市中心 一个地方 很多人 他在礼拜五 是不让车进去 我忘了地方叫你名字 然后 基本上你都可以感觉到 非常的安全 我刚才说的时候 就是这个所谓的 贫富的差距 是其中一个 是一个因素 但不完全 就执法 就是有多严厉 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部分 我来问一个 比较轻松的问题 就是说 你刚才有提到 那个Cub 就是GRAB 对吗 就是那个 有点像 我们现在 对 那然后像那个Uber 这样子一个 对吗 对 那因为你们那个 是有摩托车 对吗 马来西亚没有摩托车 在印尼有 所以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没有摩托车 你说它的服务吗 它服务里面 没有包括 没有 没有包括摩托车 因为我一直很好奇 因为我知道 因为像我是去 我去哪里啊 我去泰国 泰国好像也是有摩托车 泰国有摩托车吗 好像有 好像没有 我不太确定 我知道印尼肯定 有泰国 那个Tutu也有 Tutu Club 没有 我想问的问题 就是说 那摩托车 现在有那个什么 现在不是有 要保持那个 我们在讲 社交距离吗 那他们要怎么 保持社交距离 我对件事情 一直很好奇 我觉得有 可能因为他们 不是面对面的吧 就是说他们可能 就是 大家朝着同一个方向 所以那个感染 感染的机会 比较少 然后坐在后面 就是那个前面 骑摩托车 那个司机就讲说 你不要跟我讲话 你跟我讲话 口水不要喷过了 可是在车里面的 那个距离也是一样啊 也是 当然没有 他是抱着那个人 对啊 那个感觉 他都是密闭式啊 他都是密闭的啊 没有 摩托车 摩托车不是密闭式的啊 但是你紧贴着 前面那个人 不贴得很紧吗 对对对 可是大家都是 他不会转过头来 他的那个所谓的 那个 不可能说他的 可能他风吹过 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好奇 没事没事 因为我自己在想说 那他们到底应该变怎么样 所以我也很好奇 OK 好 那我想说 那个我们在谈疫情的部分 我们先暂时到这边 那接下来的话 因为就是 就是若琪呢 他在东协这边 他其实也 在经济的这一块 他花了很多的一个精神 然后他也在做一些观察 那我想要问若琪 就是说 现在呢 就是东协这边 最大的问题 可能就是跟缅甸军政府 这件事情有关 那这部分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就是你观察到的 跟你自己的看法是怎样 就是说 现在缅甸这个军政府 这个状况 到底有没有解 就是这个东盟的首脑 在几个礼拜之前 就是有一个 在雅加达召开了一个 就是非常规的一个会议 这是第一次 因为自从疫情爆发以来 所有的东盟的会议 都是在线上举行的 这是第一次 他们首脑 而且是首脑 他们都聚集在雅加达开 这个非常规的会议 我觉得这个是 很罕见的 在东盟的机制上 就显示他们的一个 诚意跟决心 然后那一天 他们是请了 这个所谓的军人领袖 就是现在的首脑 就是那个 明恩赖 大概是这个名字 出席那个会谈的 当然他的民选的 那个政党呢 他就觉得说 这是不对的一个做法 因为毕竟他不是民选 他是通过政变的 那个时候呢 他们之后 开会之后 他们就发出四点的声明 一个宣言 就是说希望他们 尽快的终止 这种流血的事件 还有希望透过协商 然后让东盟有机会 去参与他们整个 这一年来 他们的整个 所谓政改的这个过程 这个是官方的 在整个东盟的 所谓的他们的诚意上 我觉得这是一个 好的一个表现 因为之前 东盟常常被人家说 是他可能 因为毕竟他是 十个不同的国家 他有一个 所谓的原则 就是不干预大家 各自的内政 然后 可是这毕竟是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世界 而且他死亡人数 也是很多 因为他 就是所谓的镇压 很多 当地的一种 所谓的 protest 对吗 对 所以 我觉得在东盟方面 他显示出那个诚意 要去协调这个事情 当然这个跟 是不是能够完全符合 当地人民的一个 意愿 我觉得可能是 有一个距离 因为 因为当地的大部分居民 觉得他们的民选 政府应该才是 东盟应该对话的 那个对象 当然他现在 他的真正的领袖 是昂山书记 他现在没有办法 还是被扣押 对 可是他有其他的 一些代表 可是东盟有这个原则 就是没有去干预 各自的 所谓内政 所以他没有办法说 施压 说他一定要怎么样 比如说泰国的 现任的时候 他之前也是从 这样的一个政变 一个这样的一个途径 然后再后来 再通过选举 巩固他自己的地位 所以 在一般的民意上 基本上我们都希望说 他们终止任何有 留学的一个行为 就是说一些 protest跟抗议活动 然后再商 反而是我们 因为我们的工作关系 就是说我们 所要关注的 就是商界 就是很多 在2012年 他开放之后 我们看到很多的资金流入 当然我听到 就是说一些 所谓商界的领袖 觉得说 反而是在昂山书记 之前的有一个 另外一个叫做 他的名字叫做 Ting Singh的那个 President 他比较 他在他的一些很多政策 更加的是轻商 然后他觉得说 可能 这是我们接触到的 一些声音是说 可能 也不是说 那个 昂山书记所领导的 这个政府 他们不轻商 可是可能他们 毕竟没有 很多经商的经验 所以他在一个措施上 可能落实的 那个速度不太快 所以就是说 从2015年 2012年开放 然后真正的 所谓建立 就是开放 给更多的 外商进入缅甸 我觉得那个幅度 真的不是很大 很多人觉得说 我听到 不是很多 我听到有商家的 一个所谓的 也不能说是抱怨 就是说 他其实可以做得 更加的 aggressive一点 可是就是没有办法 达到这样的一个力度 所以这个从商业的角度 就是说 当然有很多撤资 不是很多 有听到撤资的 这样的一个举动 因为任何商家 都是要一个 所谓predictable environment 对吧 所以 基本上 这样的一个 就是从商界 从所谓 社会的角度 跟从东盟极致的角度 就是一些片面的看法 对啊 因为刚刚 就是洛奇提到的 就是现在缅甸军政府的 那个领导 叫做敏昂来 那敏昂来 对 然后呢 他就是出席了 然后其实呢 现在整个 我想说那个 翁山书记跟 就是现在的军政府这一边 其实最大的问题 其实也就在于 就整个一个 当中的 到底谁能够代表 政府这件事情 一直都没有办法说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就是大家彼此 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点 对吧 那 对 对那我听说缅甸里面 其实也有一些 反政府的一个武装出现了 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吗 这个我不太确定 我没有 没有 观察到这一点 对 OK 对那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因为现在整个 就是东协这一边 他们整个就是 包括现在疫情的整个蔓延 然后再包括 有缅甸这件事情 这样听起来 短暂之间 好像也没办法有一个统一的一个决定跟决策 那会影响到他们 比方说跟欧盟 跟人其他的这些国家的这些经济来往 这个我想要要从几个层面来讲吧 就是说基本上 当然东盟一直说是一个所谓的共同体 但实际上不是一个共同体 他还没有到到一个完全整合他所有的政策 这样的一个阶段 他的那个整合的深度跟欧盟比起来是差得很远的 也就是说很多国家的所谓贸易往来 都是个别各自为政 当然他的前程是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共同体 然后再跟欧盟这方面 欧盟之前他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顾虑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缅甸 那个是在缅甸开放以前 就是他有时候所谓的人权记录方面是不合格 那个时候 对吧 你还讲的是缅甸的时候吗 对缅甸 所以因为缅甸还是在军人政府 在之前 在2012年之前 因为欧盟苏姬有被软禁过很长一段时间 对对 我其实到过他的家的 这要讲一下 你有到过他的家 我是有经过他的家 对我是有拜访过 我跟一些商人去拜访 那时候他还没有成为 就是他还没有在赢他的by election 就是他还没有赢得那个 他还没有开始去宣传的竞选 对还没竞选的时候 我那时候是2011 应该是20 我一直记不起那个日期 2011年底 可是我 就是另外讲一下说 我去缅甸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然后我去大概好几次 每一次都有一种 很大的一个突破 可是就非常痛心 看到他回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讲回就是说 之前欧盟一直没有跟东盟 完全的就是在 就是讨论说要来一个 FTA自由贸易协定 就是欧盟跟东盟 那个时候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因为缅甸 那时候他是一个军人政府在掌管 可是后来开放了 就开拓了很多 这种探讨的机会的一个谈论 可是现在又回复这样的情况 就可能这个可能性就更低了 就根本不可能 要先解决这个军人政府 除非他们后来可以通过 民选的方式来继续执政的话 我想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 也应该很难吧 就是说因为他毕竟是透过一个 政变的一个途径 掌权的 那如果你说 整体来讲 我觉得影响 也不是说非常非常大影响 就是因为 你知道有那个RCEP 对 RCEP已经签署了 很多人就是说 可能在这个年底 或者是明年年初 就可能会 就是所谓的 enter into force 生效 对 可是他是需要六个东盟的成员 跟三个非东盟成员 他总共是有15个成员 现在你少了一个缅甸 你还有9个 我觉得缅甸现在的主要的所谓的priority 肯定不是要落实这个RCEP了 对吧 他一定要先巩固他的政权 对对对 所以就可能你可以 你几乎可以预知说 可能他们完全不会 而且即便是你 他们可以落实的话 你也基本上 他最大好处是什么 就是你的国家的商界 可以利用RCEP的所谓一些 很放宽的一些政策 然后出口啊 或者是打致更多的经济活动 可是当你一个国家 处在这样的一个 政变底下的这种 这么多的不稳定性 你的商界 即便是你落实呢 你商界也没有办法 善用这个RCEP以下的 所有的这种 Provisions 然后那么在整个东盟来讲呢 就是说RCEP应该还是会落实 即便是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应该基本上 是可以落实 可是因为我们现在是 有那个所谓的 Emergency State of Emergency 经济法令 经济法令 我们的国会是没有 就是没有开会的 一直要到八月为止 那会不会再延长 我们有一些 马来西亚有三个条例 它必须经过国会的 通过去修改 然后才可以去落实这个RCEP 然后Rectification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马来西亚的这个 所谓的时间表 也是有一些变数 也就是说RCEP确实 在什么时候可以真正落实 可能跟疫情真的是有 有一点关系 可是其他国家 我想他们的国会 还是有开会的 那就没有影响到 他们的那个时间 时间线吧 马来西亚肯定是有受到影响的 对啊 那这样子 这样今天起来的话 好像就是这个RCEP 它本身的话 它会 它还是 还是变是每个国家 每个国家各自的去 他们要自己去决定 然后再 并不是说像欧盟 它会有一个统一的 这样的一个做法 对不对 对 其实就是说 东盟有10个成员 然后 我觉得欧盟 我看 因为欧盟其实 OK 我要解释一下 就是东盟 有一个秘书处 就是东盟秘书处 可是它不是一个 supernational organization 它的权限是非常的小 它没有办法说 就是说override 你一个国家的一些法律 你必须通过你自己的国会 去经过你的司法的一些 所谓的批准 与司法程序 来符合 就是说来履行 你在RCEP底下 所应该所履行的责任 所以它跟欧盟的 所谓的经济 议题化的深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所谓的它是东盟 所以很多时候 大家对东盟有一个误区的误解 认为说它 可是很多时候就拿来 跟东盟相提并论 可是大家对于 那因为你自己非常相像 而且也没有其他可以比喻的 你要说东盟是什么 类似欧盟 欧盟可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可是你要讲官方的一些字眼的话 比如说它要推动 都是要建立一个单一的市场和生产基地 Single Market and Production Base 这样东西又完全是 跟欧盟是 东盟的是借一套来用的 可是它的 虽然官方的文字是非常的 或者说它暗示的所谓 它的愿景是跟东盟很相似 可是实际上来讲 它的深化的所谓整合的程度 是非常非常的低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工作 一直要跟不同的官员 在有协商跟他们说 这个所谓的深化经济 深化的整合的脚步要更快 否则的话 我们会错过黄金的窗口 所谓黄金的窗口 就是说东盟整体上的年龄层 会平均年龄会老化 因为我们所谓讲说一个 你的黄金期是什么 当你的人口都是非常年轻 可以投入到生产 大概是二十几岁 是一个它的那个中位数 我们在讲是中位数的地方 基本上是从15岁 就理论上就是说 它的assumption是 你可以工作15岁到65岁退休年龄 当你的一个 你百分之 我忘了是百分之15跟百分之 你百分之中间的这个range 要到百分之60还是百分之50 我忘了 当你的人口是在这样的一个 大部分是处在这样的一个range的时候 你理论上来讲 你是最productive 你的生产 你的所谓的生产总和是最高的 然后可是每一个国家的人口的 这个老龄化不一样 就是说比如新加坡跟泰国 泰国就是比较属于 人口老龄化比较快的国家 可是总的来讲 平均上来讲 东盟有一个黄金期 我们错过了 就很难再回头了 因为这个窗口越来越小 那这个黄金期是现在大概 就是它最 2030 到2030 那现在很快了 现在已经2021年了 现在9年的时间 9年也很快 一下就过去了 对 可是这个东西是说 当然你单一的国家 从单一的国家去出发的话 你可以的 就比如说你只是错失了 就是说collective benefit 当你作为一个统一的市场 一个已经整合的市场 你有更多的效益是可以取得的 可是因为整合的过程 那个速度实在是超级慢 我常常觉得是那种 比蜗牛的速度还低 那你现在在东邪之库这样子 那你遇到最大的一个 应该怎么讲 你遇到最大的一个障碍 应该是什么 我遇到最大的障碍 就是说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本身的考量 而且他们基本上 OK我们常做policy advocacy 就是做倡议 我们要去说 OK我们要开放某一个领域 可是他们会说 你要跟他们说 你要 就是你要陈列出 或者你要 you have to present like a case you know why 为什么 而且你需要 而且很多东西 就是没有办法一个 因为你没有之前的数据 可以参考的 因为东盟是东盟 所以你必须要做一种 所谓的projection 然后你要做projection的时候 你就要做economic modeling 但是我们的工作 就要让对方知道说 如果你开放的话 你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是什么 而这个东西是很 是一个很费时费人力 耗时间很长的一个过程 天啊 当你做一份报告 你说OK 你的报告是很精简 你说你需要做以下十项 你要开放 你要做这十项的东西 然后你给这所谓的政府关于 他说非常好 可是我需要看到 更多的数据来支持你这些论点 然后你就给他们一份 很长很长的报告 然后就说 你可以给我精要的部分 这种是来回几年 OK 几年 对对几年 为什么呢 因为东盟的会议 所谓区域的会议 要十个国家一起开会 一年只有几次 然后每一次 每一年都有不同的国家当主席 然后你会说 OK 今年的主席 有自己的所谓的 priorities 所以这个一直在变 我常常讲的 我最近才写了一篇评论 就是关于这个 东盟的这个 非关税壁垒 是 写了 已经被刊登出来了 这个东西是 在上一次 2015年的 那个blueprint 就是东盟经济 共同体整合的蓝图里面 有提到的一项 就是要完全的 去除 消除这个非关税壁垒 结果 他们没有做到 一项都没有做到 结果呢 又把它推迟到 2025年 今年已经 2021年了 我们的总和 十个国家的 非关税壁垒的总和 是9400 这个9494 OK 9494项 那个是根据 2017年的数据 因为没有再 更加新的数据 可是 他们一项都没有去除 那是有可能吗 我们还剩下 四年的时间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然后当然 数据会告诉你 很多细节 就是说 你用一个总和来看 你永远没有 办法看到细节的 当你把它分散 每一个国家的数目 没有那么大 然后而且其他的 所谓的伙伴国 其实也有很多 比如说中国 其实有很多的 非关税壁垒 澳洲也有 美国也有很多 唯一的一个 比较有代表性 是欧盟 欧盟有 那个时候 2017年 还是28个成员国 它的总和 才是417 当然我后来问了 一些外国 就是欧盟的一些人 我就说 为什么你们的 这个非关税壁里的 那个 这么少 他们说 那是因为他们 所谓的那个measure 措施这么少 他就说 因为他们很厉害 就是说 把所有的 不同的措施 放在同一个文件上面 就是说 当你颁布的时候 可能就看起来比较少 这个是当然是 anecdotal 我没有做过 自己的研究 说没有办法 说是不是真的 对 就你刚刚讲的 这个部分 我想问一下 就是因为 据我所知 东西很多 背后都有 很大的一些财团 在做整个 一个support 那你觉得 这些财团 他们的这个影响力 在整个决策里面 或是推动 某项政策上面 他们其实是 占有很大的 一个势力的存在吗 没有 基本上 我觉得很少 因为如果你说是 东盟这个机制的话 the institution 就是说 Asian institution 他们是得到 很多外来的资助 然后那是国家 国与国之间的 比如说 日本 有那个JICA 或者是JCCI 不是JCCI 通常是通过JICA 然后或者是 比如说 澳洲的话呢 就是 AUST-AID or USAID U-S-A-I-D 这些都是 国与国之间 那种所谓的援助 很多的计划 因为东盟本身是 它的所谓会员费 跟欧盟是不一样的 欧盟是根据 你国家的GDP 来决定说 你的 每个人要缴的 这个所谓 contribution 是多少 欧盟 大家都是 一律一个数目 因为觉得说 每一个人都有 同样的发言权 不能单靠 很多时候是说 你给的钱比较多 你说话比较大声 但是在东盟 为了要确保 每一个国家 它的所有的 所谓的发言权 都是相等 平等 要确保 每一个国家 都是平等的 所以他们的 所谓的会员费 是一样的 就是他们缴去 东盟秘书处 让这个东盟秘书处 可以操作的 费用是一致的 然后可是 当然印尼 比较不洋 它是东盟秘书处 是设在印尼 然后它是有 政府提供 那个所谓的 那个 它的办公楼 是印尼政府 所捐赠的 那说到那个财团 那个财团呢 其实他们没有直接 那肯定是 国内的财团 就不要说国内 就是东盟的财团 没有直接的影响 他们唯有的影响力 就是透过 不同的商团 那我处在的位置 就是我在东盟 有这种 我那天有讲过 就是我这个所谓的 东盟商业咨询委员会 咨询乙事会 Asean Business Advisory Council 它每一个国家 有三个代表 可是还是有 其他不同的商界代表 透过不同 比如说 透过Industry Based 这样的一个商会 来透过这个 Asean Business Advisory Council 把他们的一些 所谓的建议提供给政府 提供给领袖 但是他们的涉及 就是说他们的参与 是非常间接的 所以说那个影响 反而我要说 外国的商界 反而是比较可能 更有影响 比如说东盟有一个习惯 就是对于外国 因为可能受惠于外国的 这个所谓的捐助的资金很多 所以他们对于外国的一些公司的 所谓的接待的那个态度 也比较热情一点吧 就比如说美国的公司 或者是欧盟的公司 他们也是有他们的所谓的 US ASEAN Business Advisory Council 然后他们可以直接的 就跟东盟秘书处 可以所谓的交涉 所以我觉得说 如果你要只是从财团的 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个人的观察是相当间接的 反而是那间接的程度也是 就是说外国的财团也是间接 但是比较起这种非东盟国家 跟东盟国家的话 非东盟国家的影响力 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多一点 OK 所以他的整个operation 会是算是蛮公平公正的 没有办法是从后面来做操作 对吧 后面 对 因为东盟是非常讲究 至少我知道了 官方的所有的 我在接触这么多年以来 他们是非常讲究说 不能够会让任何一家 不但是一个公司 就是说不能够让一个国家 特别受惠于任何一个政策 更何况是一家公司 所以这个东西 他们是非常的 我打一个比喻 因为我们是做研究 就是我们做研究的 有时候我们就要接这种不同管道 我们要把我们的研究 发给很多的领袖 他们是审核的 非常非常的严谨的 他们会说 希望不要透过东盟的机制 去把这种报告发给他们 但是如果你用这个商会的一个途径 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做的报告 就要透过商会的这个管道 去发给我们的这些领袖 所以你要说这种 所谓的透过其他的渠道 去影响东盟的政策 我觉得这个反倒是比较低 可是如果他们要的话 有一个方式 就是透过他们国家的代表 去影响可能会有 比如说那个财团 某某大公司 他可以跟他的部长 经济部长 可以说你可以帮我们去发声 可是很多时候 东盟的决策不是为一家公司的 就比如说 马来西亚或者东南亚 不是有这个Air Asia吗 Air Asia在很多年 一直要推动这个 ASEAN Open Skies 因为这个领空 这个航空的领空 是非常有限制的 比如说只有 这也是一个很长的话题 就是说他 Low Cost Carrier 跟那个Full Service Carrier 他们一直在 就很对立的竞争 然后做一个Low Cost Carrier 他们常常要争取 就是说这个领空 是要开放的 不能够只让 这种所谓的Full Service Carrier 所垄断 然后这几年 他们一直要去 推动这样的一个开放 可是他即便是他很有影响力 他也是没有办法做到 怎么样的去落实一些什么政策 他还是要 现在这个 Asean Open Skies已经落实了 我只要提到说 所以这个财团经济影响 东盟决策的这个做法 其实没有太多的空间 至少我是这么认为 是 那我们现在时间已经来到 11点30分 那我不想说 王导你这边 有没有什么要 问若琪的事情吗 没有 我跟若琪讲的 都是我不是很了解的东西 学习学习 对 因为呢 其实这也是为什么 我要邀请若琪来的一个 很主要原因 因为我们现在人在台湾这边 其实我自己 我自己也是身为一个记者 跟若琪过去是同业 那我自己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们的眼光呢 都太把 就是比方说 我们把眼睛放在 不管是日本也好 美国也好 甚至在隔壁的中国也好 那我们把眼光放在那边 甚至我们在看自己 但是我们就很少会往 就是包括东西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东盟 或者是马来西亚 这些其他地方去看 那我现在 我刚刚去找了一些资料 我才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说 好像现在 台湾在东协这一边的 开设公式的 好像也越来越多 而且他们现在整个市占率的话 在东协这边市占率 现在已经 就是占了 就是大概 百分之六点八左右 那我不晓得说 我们最后就是 我想问一下 就是若琪 台商现在在东协的状况 是怎么样 其实我如果是从我比较活跃的这种商 就是那个咨询委员会的那个管道来讲 过去这么多年 我从来没有接触过台商 透过这样的一个商业 就是商团的这样的一个代表 来跟东盟的商团 或者是商界进行这样的一个沟通 那个别在不同国家的投资 我相信一定是有的 这个是可能不需要借助 东盟这样的一个机制去 去达制的 如果他要更加理解到 东盟在不同的政策上 有做什么样的一个开放 有利于台商的一个投资的话 我觉得他就可以透过接触 这个东盟的商团 做一个起点 那他可以开始融入 比如说那天有提到 那个 Timo Leste 他们也是刚开始接触到 这个所谓的东盟商务咨询理事会 所以我觉得这个 就是说个别在不同 个别东盟国家台商的投资 我相信肯定是有 马来西亚也是有很 也是相当多 但是他至少在我的经验里面 我从来没有接触到 这样的一个对话的例子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开始 对对 我觉得要有效的话 就是要有一个 比较有效 impact的话 可以透过 可以透过我现在所处在的 这样的一个管道 东协商务咨询理事会 这样 对对 开启这个路程吧 开启这道门吧 对 然后 可是我也理解到说 台湾的因为一个 就是 不知道说 东盟是怎么样 我觉得他们是 轻商的 所以如果是 站在商业的角度的话 应该是非常开放的 因为东盟是要保持 所谓的centrality 就是凡事都要中立 特别是在 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关系 都要保持一个centrality 是 这个是东协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宗旨 对 对 了解 好 那我们今天的时间 现在已经到了 11点30分 那今天 本来还要跟若琪 要聊一下 跟印度有关疫情的部分 对 我想我们以后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再另外再约时间好了 好 对啊 今天还蛮开心 因为我觉得 今天若琪跟我们讲了 很多东西 包括就是说 马来西亚的 现在的整个一个 疫情的状况 还有现在就是 包括就是缅甸 它 东协对于缅甸的 这样的一个 就是态度 那然后 当然也解释了 就是现在东协 包括如果台商 想要到 就是东协 这10个国家里面 要去 有做一些经商的话 其实有一个 很方便的一个方式 其实就是可以跟 东协商务 咨询理事会 这样的 一个机构 来做联系 对啊 那我觉得说 我们一直在 其实在台湾 在台湾一直在讲 就是说 我们要南向南向 要跟 就是包括 就是东南亚的 这个各个国家 要有一些 相互的一些 串接跟串联 但是呢 我觉得呢 我觉得我们现在 还是少了 那么一点点的 对这些国家的 一些理解 那到时候 可能就是 未来的话 还会希望就是 若其来多跟我们 分享一些 就是关于 就是这些东协 还有 当然还有 马来西亚 这些相关的 一些讯息 对啊 因为其实我觉得 等一下 那个 等一下 那个 那个 Sandy 先等一下 那个 KC 好 我倒想要知道 就是说 在东协这边 这些 我们这些 影视的制作业 因为我觉得 如果以经济力量 跟所有的政治力量 来说 台湾能够 使上力的 这个机会 应该不是很大 但是如果说 是以娱乐圈的 这些的方向 进入到人民的生活里面 或者说是在 这个影视制作 影视音的制作 这三个行业的制作 包含在 其他的媒体的部分 我想是不是有机会 能够请 若琪来 也能够 聊一聊 这个方向 好 谢谢 KC 其实我就要 在想的时候 再问 再深入一点 问 就是说 影视音 如果你的作品 是可能以中文为主的话 华语吧 是不是 就是中文吧 就可能在东盟的市场 可能不会是很 不会 不是以华语为主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区域型的 这个发展 因为以我自己来 我觉得 就是说台湾的影视的未来 其实很显然已经不在中国 中国的这个方向 过去我所接触的 我熟悉的是日本 然后新加坡跟马来西亚 那其实我们有一些伙伴 我们正在想说 那以台湾目前的话 就是越南跟印尼的这些 新的 这个新血 进入到台湾之后 其实我们在这个区域文化上面 已经在台湾 其实已经起了一些变化 那我想今天的时间 maybe不够 我们是不是有机会 在未来能够请就 我们也来讨论一下这个部分 好啊好啊 可能我可以再找一些 就是在东盟一些 跟这个行业有关系的 因为觉得 看法可能不太一样 因为从我的角度 可能是非常偏上的 如果是有这样的机会 可以找他们来一起聊 可以哦 那个我觉得 我可以来设定一个 就是我们就单纯 就在讨论 因为其实我大概知道 KC的一个想法 因为现在台湾呢 有很多的 我们在讲的就是新住民 那新住民里面呢 包括了就是 不管是从印尼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或者是还有包括 就是越南 泰国这边过来的 等于说 台湾其实有取了很多 这样的就是 来自就是东南亚的 这些的一个妇女 然后便是在这边当了 就是落地 在台湾落地生根 这样子 那所以呢 我们也新的DNA啦 对 那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其实 很有趣 我觉得这个议题 还蛮好玩的 为什么说 我认为它好玩的原因 是因为 如果是这样的话 也许未来在 整个影视产业 它便是一个 包含台湾在内的一个 东南亚的一种 影视的一种概念 对吧 我觉得有可以 可以讨论 就是说 它的切入前是什么 在 可是我要讲 一下就是说 在东南亚 或者是东盟里面 各自的 所谓的影视业 都是 我个人的感觉 都是 相当 各自为证的 就可能是因为 这个 语言语言的关系 语言的障碍 对 比如说 泰国的话 就是他们也是有 他们所谓 泰国的偶像剧 很多 而且他们的影视 也是非常发达 然后 你如果是去到 越南的话 你会发现 越南也是有 他们自己的一套 所以我觉得 我们有这种 所谓的障碍 要去突破的 东盟的官方语言 是 英语 所以 语文是一个 障碍 所以当你 请不吝点赞